一个金属球以质量可以忽略的细绳悬挂起来 这条绳子里面悬挂在天花板上 如图所示,这个系统所受的力相关的如下 W1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W1,W1是金属受到的重力 其实他省略一个句话,金属球受到谁?地球 受到地球的重力 W2是谁?金属球对地球 所以其实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W1跟W2是什么?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了 T1为绳子对金属的力 T1是绳子对金属的力 T2是绳子对天花板的力 T2是绳子对天花板的力 T3是金属球 施于金属球对绳子的力 很复杂 可是你要注意 施力体是谁?受力体是谁? 好,问你 T1跟T2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我们讲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特性是什么? 依照牛论第三动力,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刚才讲的 它们两个,施力体跟受力体要怎么样? 相反,A对B跟B对A 所以,T1,T1是谁对谁? T1,刚刚讲的,T1是绳子对金属的 绳子对金属的 那你的反作用力应该是什么? 应该要反过来 对不对? 你应该要试什么? T1是绳子对金属的 那应该金属对绳子的是T3 这个才是我们的反作用力 还有呢,你的W1是什么? 刚刚就讲的,W1的反作用力是什么? W1是什么? 地球对物体的,金属的 那你的反作用力应该是金属对地球的 W2 OK 好,那这两个当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尊俊迪顿第三用净力 那么,又有净力瓶了 什么净力瓶呢? 这个物体受什么力? 这个物体实际受的是什么力? 他本身所说的就是W1 还有呢 T1 所以这两个力 W1跟T1叫什么? 相等 所以从这个式子 T1会等T3 W1会等W2 所以又同一条绳子 T1跟T2又相等 同一条绳子 只要绳子质量不计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发现 T1 这是针对大小 不是针对说中力反作用力 针对大小 T1会等于T2 会等于T3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T1就等于W1 W1就等于W2 所以这里选三项的答案里面 V1是W1 最后缓重力 还有刚刚讲的T1 3 C也是 还有E选项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T1 2 1 4 6 7